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登场的G20领袖高峰会来讨论叙利亚问题 但是白宫方面则是希望欧巴马在出发参加G20之前 就完成对叙利亚的制裁 再来看到的是纽约时报 不过呢 虽然说要这个提前完成 但是面对国会议员的抗议 以及美国人民他们厌战的情绪 欧巴马一改他稍早的 一定要惩罚叙利亚的这个强硬姿态 他下了制裁行动需要获国会批准这个诞书 而他也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个 近代史上第一个 在动武议题上失去国会支持的总统 再来看到的是华盛顿邮报 总统欧巴马呢 他星期六声明了 虽然美国有道德责任 要对叙利亚使用话武做出回应 但他也会寻求国会的支持才会动武 美国国会预计本月9号就会结束修会 那到时候就会针对是不是要让美国 在没有足够盟友支持的情况下 涉入这场冲突进行讨论 而参议院也将针对飞弹攻击的提议 举行听证会 以上是今天的独头条看世界